在国庆有很多电影上映 其中就有中国机长了 中国机长这部影片是非常让观众关注的 影片中不仅有高颜值的演员 还有一批实力派演员 实在是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这部影片主要是讲述根据四川航空 3U8633航班机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 当时飞机在飞行当中却遇到了封挡电的问题 让全组的人员都陷入了困境 但是在危机的情况下 机长和驾驶人员拼尽全力挽回这场危机 他们身上担负的责任已经让他们忘掉了恐惧 而在影片中欧豪饰演员副驾驶徐毅成 也经历了这场危难 而且欧豪可以说是非常惨的角色了 因为当时欧豪因为缝挡玻璃爆裂脱落 座舱势压 徐毅成被甩出了机舱这段 场面一度失控 观众都吓得不敢看了 实在是太惊险了 因为有这一注就会没有了生命 很多观众在看到这么惊险的荧幕的时候 都秉重呼吸在观看 太惊险了 不过欧豪为了这个角色也付出了很多 当时欧豪为了能让特效装更显出他挡手的状态 所以需要不停的补妆 导致了脸上过敏 这估计是他付出最大的一场戏了 不得不说 欧豪的亲眼精神实在让观众太佩服了 不知你们是怎么看的呢